化疗损伤了身体到底能不能恢复呢 医生给出答案 很多人说化疗其实是一种杀敌1000 自损800的治疗方式 很少有化疗患者身体不差 化疗的副作用有很多 比如股肥抑制 消化道反应等等 会产生白细胞 血小板降低 贫血 恶心 呕吐 食欲减少 乏力等等的症状 所以化疗就像肿瘤患者的一道侃 很多患者都坚持不下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医学界逐渐提倡中西医结合治疗 也就是说在化疗前 中 后 分别服用中药来治疗肿瘤 中药配合化疗 一方面可以增强杀死肿瘤细胞的疗效 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化疗的毒副作用 我们诊上有很多病人化疗期间在吃中药 副作用大大的得到了缓解 就像正常人一样 另外患者在化疗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做些运动 比如散步 慢跑 游泳等等 有利于增强体质 以提高抗病能力 但徐医生提醒大家 如果患者在化疗后感到不适 那应该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 切勿自行治疗 您知道了吗 在化疗后感到不适合 那应该积极的寻求医生提高抗病能力